今天呢來幫大家統整初學長笛的幾大品牌 如果呢你是剛踏入 吹奏長笛領域 或者是你已經學習一陣子想要微升級你的長笛的話 都可以 趕緊 收藏這個影片 我等一下呢會分成兩大區塊來介紹這些品牌 在進入正題之前呢我想要先說我希望你的預算呢 至少有準備大概 15000的台幣 我就是等同於大概3500到3800左右的人民幣 這樣的預算呢才能幫你去購入有品質而且穩定的長笛 低於這個預算呢我就建議你不要購買 因為如果你買到一把呢用了一個月就壞掉而且用於收爆炒的長笛 這是勢小 但是如果你買到了一把 鍛銀品質不佳的長笛呢你是很有可能會中毒的 因為呢初學長笛呢大部分的材質就是所謂的 鍛銀 鍛銀 鍛銀就等於是白桶 白桶本身是有毒的 他是不能直接接觸皮膚的 所以才需要在上面 鍛銀 鍛銀呢 技術好不好 他就會跟你 購入場笛的價格會非常有關係 所以 請你一定要購買 有品牌的長笛 不要購買雜牌的長笛 那初學長笛呢最重要的呢就是每個音域都要能夠平均 所以我介紹的長笛呢基本上低、中、高、音域呢都可以很容易的 發出聲音 而且聲音是平均的 好像有些 長笛呢他可能中、高、音很好聽啊 可是低音很難出來的我就不會在這裡推薦了 再來呢另外一個我會推薦的準則呢是 他的這個長笛的結構 是穩定的 所以他可以讓你穩定的使用 遇到一些快速的音群的時候呢 手指這個按鍵也可以非常非常的平均 然後再來第3個準則呢 就是容易 發出聲音 尤其呢是 等一下呢我介紹的第1階段的 這些品牌呢基本上都符合剛剛講的這3個 原則 那如果你剛好是這個超級小白 剛要踏入這個領域呢 你就可以請你老師呢協助你在這幾個品牌裡面去挑選出不錯的 第1把場地 那第1個區塊呢就是你的預算差不多落在 1500台幣 到4萬台幣左右的這個預算 就是差不多等於是9300左右的人民幣 如果你的預算呢是在這個區間呢你就可以考慮 迪兆 Jupiter Azumi Yamaha Wesenberg 的這幾個品牌 那如果呢你的預算是差不多落在 5萬到9萬之間 也就是 差不多在 2萬人民幣左右 那你就可以去考慮像是迪兆啦 POWER Miyazawa Otus Hence 或是 Muramatsu 以及 Sorexa 的這些品牌 那在這個預算區塊的長笛 的品牌呢 基本上他的個性化 就會比剛剛我上一個 階段介紹的 長笛的個性化再稍微多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已經學習了一段時間呢 想要 就是你自己的音色慢慢成型呢 你有發現你自己更喜歡 某一種音色的話 那你就可以考慮剛剛我推薦的這些品牌 像POWER的話他就是美系的 他的聲音呢 所以相對來說的比較 有POWER一點 比較力量一點點 那 像Miyazawa Muramatsu 他就是日系的長笛 相對來說會比較細緻 細膩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 可以試催的能力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考慮這個區塊的長笛的品牌 那詳細的這個型號呢 我就不在這裡講了 因為 每個品牌呢 每年的型號也都不太一樣 每個地區每個國家呢 他們的 總代理能夠拿到的這個型號也不一樣 所以你就是去詢問你當地的這個總代理 告訴他們你的預算 他們就會幫你列出 幾個 你可以選擇的型號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應該要去哪裡找總代理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的 群聊的群組 可以在裡頭提問 我會盡可能的回答你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內容啊 有問題 在 討論區留言 我們待會兒見 我們再見